坦荡也勇敢 世界变刚要让我闯 一声坦荡荡 当四方 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桌 今生还有地方看 好 太神奇了 和正在梦中所见的女神 一模一样啊 皇上可以以此丹青为凭 寻找皇上的守护女神 没错 当然要祈祷 来人哪 皇上 果真是要找这个女子 当然 那你奴才看来 皇上就不必费心了 为什么 据奴才所知 当今号称人亦无双的江别鹤江大侠 有个女儿叫江玉凤 她的容貌就和这个守护女神一模一样 真的 江别鹤那是刘公公的干女婿 江玉凤就是刘公公的干外孙女 太好了 这就好办了 朕这就册封玉凤为妃 刘喜一定会为朕好好安排此事 真是上天有言 赐给朕一个守护女神哪 妙极了 红叶老弟果真有办法 居然能够说动你叔叔五毒老祖 也来参与我们的计划 我们叔侄俩同心同德 唇齿相依 更何况这一回干的可是件大事情 叔叔跟我讲了 皇上只带刘喜回来 礼貌的跟他知会一声 立刻便会向江大侠提亲了 过不了多久 你可就是国账了 那时候就不用再给刘喜当驴子了 红叶先生的智谋 果真是不能低估 一夜之间就转烈士为优势 过奖过奖过奖 在下只是用了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跟江大侠相比 那真是萤火之虫 比日月之光啊 红叶何出此言呢 两点 第一 在整个策划当中 江大侠都只是让在下出谋划策 这当然是有好处的啦 首先您不用伤神 其次 就算出了什么岔子 江大侠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一切责任 尽管推到在下身上 这一点 从江大侠每一次商讨 都到我红叶斋来看 便可为政 这样一来 在您的府上 可就留不下丝毫的证据了 第二点 一般父母 哪个舍得让自己的女儿 出卖色相 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这是枭雄所为啊 但凡枭雄 都能够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不择手段 从此点看 江大侠正不愧为一代枭雄 接下来就要看江大侠 怎么说服自己的女儿入宫现身了 与凤姑娘性格倔强 在下早有耳闻 这回成败就看您的了 爹 我回来了 凤儿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这是什么呀 你看看 这是爹从各地搜来的奇珍异宝啊 搜之前回来送给谁呀 当然是送给我国色天香的好女儿啊 爹 你又笑话我 你上一次做得真好 那只是我的一点雕虫小技而已 难不倒你的女儿我呀 要知道皇上啊 已经把你当作他的守护女神了 不过女儿一直有一个疑惑想问一下爹 但说无妨 你上次让我那么做 真的只是为了治皇上的不眠症那么简单 还是有其他目的呢 凤儿啊 爹这下半辈子的成败荣辱 就全靠你一个人了 我 您的意思是 你知道皇上 他真的相信有一个 跟守护女神一模一样的女子 而且已经查出那个女子就是你 我 马上皇上就会给我扳职 那你进攻为非呀 爹 我不同意 御凤 母仪天下 尊贵无比 有什么不好 我 爹 爹这半辈子都被刘玺所控制 这 干了许多身不由己的事情 你难道就不愿意帮助爹 摆脱他的魔掌吗 爹啊 现在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女儿的终身幸福 何况 我心中早已 喜欢上一个人了 他是谁 总之 我不会入宫为非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 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 爹 不要逼我 你入宫为非 爹就不用怕流喜了 爹啊 淑妃深得皇上宠爱 慕容家不也被满门抄斩 爹 半君如半虎啊 慕容无敌 刚愎自用 自取灭亡 怎么能跟爹成比啊 爹 你不要再说了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让爹 死在流喜的手上好了 爹 早知道爹有这样的图谋 我就不回来了 能遨游四海 自由自在多好 可惜小鱼儿她 一颗心早就放在别人身上 要不然双击兵游 星霞四海 那该多好啊 小鱼儿 你在哪儿啊 前面便是毒王谷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们随时可以进攻 杜主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 什么问题杜主 那不是普通的山林瘴气 而是毒气 杜主 有这么厉害吗 要知道事情真相并不难啊 好 停 停下来 你身体可又不是 没有 杜主 林中瘴气 果然厉害 杜主 那现在怎么办 掌援计划般 我抢走了小鱼儿的锦囊 叶叔叔有反应了 如是 还是你的方法对 用毒浸泡金针 然后让毒渗进脑部经脉 果然有效 还是你的医术膏 知道哪根经脉和记忆有关啊 谢谢两位 不要互相谦虚了 先专心治好叶叔叔 两位都是神医中的神医啊 小鱼儿 你也别太着急 老长头医术高明 再加上苏如氏 又不用整天回睡 你们俩在一起 一定能治好叶那天的病 好像有什么不妥 他有什么不妥 不是指燕大侠 我是指外面怎么这么安静 连鸟叫的声音都没有啊 是啊 真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真的很静啊 而且静得可怕 杜沙出去看看究竟 妙法和你一块去 走 走 妙法 妙法 你怎么了 妙法 给我给我 上 上 妙法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四爹 发生什么事了 四爹 妙法 妙法 你怎么了 妙法 妙法以后 再也用不着 为头发担心了 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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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 是 六 六夕 曲曲一掌便说不出话来了 真是网称十大恶人哪 小鱼儿 刘喜 本都今天要让你变成死鱼儿 谁敢欺负小鱼儿 叶叔叔 叶叔叔 放箭 放箭 三弟 快用你的英雄剑顶一下 叶叔叔 放箭 上面布满了帆子 看来这回流血是有备而来啊 看来我们要打一场硬仗了 上 上 上 好 我看 你 那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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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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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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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他 撞他 哎呦 你股里没有啊 快走啊 这叔叔五公没了 是有失窝怎么办啊 快啊 快走 快走 快走啊 快 追 留下燕南天 本都 或许还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哎 刘喜这老东西是冲燕南天来的 只有燕南天知道小悠儿的身世 绝不能让他带走 说得好啊 可是你们 有这个本事阻止本都吗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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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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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小悦 三哥跟蝴蝶留在这儿状住那燕狗 你在燕南天快走啊 我怎么能盯上三爹蝴蝶不管哪 一 你在婆婆妈妈的 快走啊 三爹 五爹 小鸡 走 快走 三哥 三爹 五爹 师父 三爹 五爹 快走 三爹 五爹 刚才你们是笑声最高吗 再笑啊 三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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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室小心 八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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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嬤嬤 八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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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快快 来来 跳下去 这是伏沙池啊 没关系 这是我提前设计好的 跳 来 真是岂有此理 命为玉碎不为瓦全 好吧 把他们俩都扔下去 是 是 他一点就抓到燕南天了 一群笨蛋 没事了五爹 没事了 没事了三爹 没事了别碍他 白草 白草 这是如是提前挖好的地洞 现在你安全了 若是 替白草拿出金针 刺在白草的咽喉血上 封住白草的最后一口气 我要用最后一口气 等我的阿英回来 见他最后一面 不 那样你就变成活死人了 人都要死的 没什么了不起 我能见你一面 已经很开心了 快 否则我同主最后一口气 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快 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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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赐我咽喉之前 我想听你说 原谅白草 爱白草 若是原谅白草 爱白草 可以下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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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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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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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小小月 三爹 小月在这儿三爹 三爹这一生 一直是半人半鬼 我这回终于可以 真正的去做鬼了 小月不要哭 你应该为三爹高兴才对啊 我可以真正的做鬼了 三爹你会说话的三爹 我从来都会说话 只是人太直 说什么都会得罪人 所以三十年前我就决定 只说鬼话不说人话 这样就不得罪人了 五爹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小月都喜欢你 三爹没事 震作天没事的 没事震作天 没 没关系 三爹 我在人间 做的是鬼 我在人间 做的也是鬼 反正都是鬼 别 别 难过 我 我 三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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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儿 三哥 他走了吗 三弟 他现在走了 我 我也要走 不会 五弟别丢下小鱼儿 你别丢下小鱼儿 杨月儿 你知道五弟 以前最喜欢什么 什么呀 笑 你喜欢听我笑 小鱼儿 你 你 带给我笑一次 你笑得太难看了 你笑得太难看了 太难看了 我五弟给你笑一个啊 看着 笑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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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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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 一个都被你杀害 我只爱的人 一个个一个被你杀害 你等着 我不杀你 施不为人 师父 师父 你不能出去啊 你这样出去白白送死 怎么报仇啊 难道因为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 不是啊 晚上 等徒弟先出去看一看 如果一切安全的话 我们就一起走 师父 为什么要你去 师父 这里最没用的就是我 徒弟死了 不会影响大局 而且师父 会为我报仇的 从拜师那天起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听 今天 你也听我一次吧 师父 师父 请你受徒弟一拜 晓晓 你在天之灵 保佑我和师父 平安逃出圣天 你也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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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返回去 返回去 就大家一起走了 应该全部都走了 现在回去求师父 一起走 对 对 刚才明明看见一个繁子 正躺在这土地公公巷旁边 为什么现在向外移了两寸 难道这些尸体全是假的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回去就会暴露大家的行踪 但是不回去又该如何 我该怎么办呢 对 我唱歌 今天恶爷也高兴 我唱歌 两只老虎 我去找他 你不能出去 饿冬天没回来你不能出去 活一个是一个 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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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这下个疯了 看能长多久 一个没有脑袋 一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我唱歌 歌上完了怎么办呢 我一个人回家了 真的 我一个人回家了 我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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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我一个人回家了 回家了 走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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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走得远一点 让我找不到你的同伙对吗 他们很早就已经走了 我的手下已经把这儿重重包围了 一只苍蝇都走不出去 老人家 你先放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放了你 那好吧 你告诉我 你们的人躲在地下的什么方位 我们失散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哦 看你的态度那么诚恳 倒像是真不知道啊 真的 真的 那你知道什么叫分金错古法吗 不知道 那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是恶童爹 你想怎么样 恶童爹在叫啊 先听清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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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味怎么样了 一点点 不过如此 还有没有别的了 一点都不倒 真是条汉子呀 不过你一会儿再告诉我 你疼不疼啊 还有吗 快点 师父 请我不要出来 我要去救她 不要去救她 你不要拉我 你不能出去 我要去救她 我不能妻子不救啊 我要去救她 对不起小月 我比你还图心 你还要去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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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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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儿 师父救不了你 师父错了 小羽儿 你不要这点 师父没用 师父救不了了农天 师父对不起你 师父对不起你 师父没用 师父该死 师父没用 师父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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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苦爹吗 你能救得了你常婆婆吗 能救得了慕容一家吗 小羽儿啊 常婆婆 你可以帮我吗 好 我知道在这百里以外 有一处人际罕至的峡谷 我们先到那儿避一避 看能不能找到 治好燕大侠的法子 这也真水 现在心里面只有避风 为了让她进宫 天天要我给她买什么 胭脂水粉 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先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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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了 我们先到这儿了 能不能找到这儿了 没听过呀 这个区后的意思啊 跟咱们本地的不太听过啊 这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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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学习 新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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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迫弃六人神闪的方法 是一首弧曲 好了 燕儿啊 你可真是聪明 竟然胡曲就是开启这六人神闪的钥匙 爹曾经跟我说过 这六人神闪是由胡人巧匠制成的 我就想到 打开他的方法 会不会就跟他们的音乐有关系呢 这两边不行啊 还差一点 难道这骰子根本就无法开启 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已经走对了一大步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 那你再试一次啊 不可能 会不会那些个能功巧匠要捉弄世人哪 主弄弄世人 爹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大象的左耳都像什么 大象的左耳像 像魁膳 像芭蕉叶 那你说像什么 当然是像他的幼儿了 哎呀 你干嘛问这种幼稚的问题呀 爹 这些问题听起来十分幼稚 但其中却有另一种智慧啊 小的时候 母亲由于要在外面做工 不能陪在我身边 我就跟附近的野孩子混在一起 逐渐的我也明白了 有的时候要解决问题 不一定要靠正途的 哦 燕儿的意思是 要破解这骰子 不能依靠正途的方法 正是 那该依靠什么方法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会是什么房子 哎 你不要乱来啊 原来这方格可以打开的 可以挪洞啊 爹 我找到可以打开骰子的方法了 哦 哎 终于打开了 终于打开了 给我给我 千万不要声张出去 否则会杀头的 我会保密的 爹这么紧张 这神功必然厉害无比 将来有一天 我也要练着骰子内的神功 我心想我 要命 神有怀 欺散于内 念随心境 子虚无有 果然是绝世奇功啊 从今往后别喝 不再怕那流血了 也不用再做他的奴才了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找到了 怎么回事 这部书叫天衣神剑 里边有记载 凡练功后产生异样 肌肤痛痒无比 就说明你已走火入魔了 你体内产生了一种毒素 和你本身的元气相抗衡 如果三日之内 不把毒素逼出体外的话 你的筋骨就会萎缩 整个身体便会枯竭而亡 快告诉我 有什么方法可以尽快 把毒素取出 方法倒是有啊 书中记载这种方法叫做推功过血 可以把你体内的毒血转嫁到别人的身上 不过这个转嫁的人必须跟你有血缘关系 否则无效 血缘关系 没错 正所谓前人重福后人想 先人重孽后人当啊 你想成为武功天下第一 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当然由你的亲人来承担咯 那推功过血之后我的亲人会有什么反应 性命无忧但会毁容 毁容 对啊 江大侠现在什么样子 推功过血之后你的那位亲人也就什么样子了 哎 凡事有其力必有其必 江大侠 吃不多了 你得赶快做出选择 此事关乎在下 所以 我不得不多言几句 江大侠 除了两名女儿 再无其他其人 要推功过血便只有二者则其一 如果江大侠不忍女儿容颜被毁 那三天之后江大侠便会枯竭而亡 如果江大侠选择让玉凤姑娘来推功过血 那没有了江大小姐的一张俏脸 一切又是功败垂成 所以为了成就大业 江大侠根本别无选择 只得牺牲玉燕姑娘 你 你是 是爹 爹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爹偶感风寒不能吹风 所以穿成这个样子 快进来吧 好 这么晚了 爹来找玉燕 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只是爹想把内功传给燕儿罢了 真的 但是爹不是说过 如果学了内功走起路来 步履会变得比较轻 容易被人看出来吗 好 如今那个毒婆娘已经不在了 燕儿也不用再避人耳目 而且爹也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辅助我 燕儿有了内功 为爹办起事来 爹会更加放心的 难道爹不信任江淡 他始终是外人 爹 你 你的脸 只是普通的皮肤症状 爹今晚有点奇怪 他是不是真的想传功给我呢 语言 事不宜迟 爹现在就传功给你 爹 今天晚上我有点累了 练功叫内功的事情 不如我们改天再传吧 不能改 现在就传 爹 你教女儿的致命三章 我觉得已经足够用了 我不想再学什么内功了 练儿相信爹 爹是妹 你好 好 令我服天下人 也不要天下人复活 若做大事 就要比一般人都狠 没错 我江边河要做大事 所有人都会成为我的踏脚师 江峰如此 妻子如此 女儿欲艳 也当如此 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世界 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 谢谢你的道别 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 也许因为我的天 只不过体会不到你离我的体贴 但是可能你对我 并没有那么了解 失去的青春 就像我们 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 两个人 无话不说 再到最后陌生 我想我都可以去扔 路上的灯 看着我们 冒着雨 在情节里 希望有个人 希望有个人 能明白我的眼泪 和我的后巴声 原来我一开始 就像他那么深 别人 来人 欢迎订阅